对于八九十年代在香港成长的一代来说 肩膀的节奏声和朋友围着电脑影幕的兴奋照声 很多时都代表这一件事 就是在小斗斯的世界里面 一场激烈的战斗进行 这些由两个香港大学生开发的免费格斗游戏 不单只是一个消限活动 它进化成一个文化的标志 一个共同的经历 将朋友联系在一起 也都引发了无数的回忆 它简单以令人上瘾的游戏玩法 加上古怪的作色和多样化的场景 它引证了一代人 并巩固了它在香港数码历史中的地位 游戏的易用性在它广泛流行方面扮演了关键作色 因为可以免费下载 而且即使在最基本的电脑上都可以轻松温恒 LFT接着广泛的收众 超越了社会经济障碍 将来自歌行歌业的玩家团结在一起 LFT的持久影响力证明了它对香港游戏文化的影响 LFT不单只是一个游戏 它还是一个时代的战争 在各个无智能手机和高速互联网的连带 这支游戏成为了朋友之间的漂亮 它不单只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工具 同是一个分享欢乐和挑战的平台 在学校放学之后 或者在周末 朋友们会聚集在一起 在电脑前面度过无数个小时 享受着这个简单但又充满乐趣的游戏 LFT的成功也都启发了后来的游戏开发者 他们见证了一个简单的概念 怎样可以变成一个全球印象 这支游戏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香港 它在世界各地都拥有一大派忠实的玩家 LFT的故事 是一个关于创意友谊和坚持的故事 它提醒我们 在数码世界里边 简单的快乐往往是最迟旧的 小豆是Ari的故事 与它的创作者的创造力物不可分 两个香港大学生 分别叫做Marty Wang 又叫小杏 和Starsky Wang 又叫好人 受到对游戏的疫情驱使 加上他们的编程技巧 他们开始了一段旅程 母艺中受造了无数人的童年 LFT的开发始于1999年 当时Marty和Starsky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 最初口是一个简单的格斗游戏 灵感来自经典的街机游戏 LFR逐渐发展成一个更复杂 和更细节的体验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Marty和Starsky全心全意投入到他们的项目中 精心制作游戏的每个方面 他们对质量的承诺 和对项目的坚定信念 推动他们克服挑战 远信他们的愿景 结果就是一个制作精良 稳定而且真是很特别的游戏 LFT不单是一个游戏 还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创意和疫情 他们的努力不单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所有热爱游戏的人 在游戏界 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记住 他们的作品将永远被珍惜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 只有有梦想和决心 任何人都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东西 Marty和Starsky的旅程 是一个灵感的源泉 激励着无数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们的成功是对所有创作者的一个古墓 证明了只有有心 任何人都可以改变世界 小豆是意从一个大学宿舍项目 变成一个全球印象的旅程 证明了后备营销的力量 和简单以令人上瘾的游戏玩法的吸引力 最初是朋友同学之间分享 这个游戏适处获得关注 好像野火一样 透过网上论坛和文件共享平台传播 LF1成功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是它的多人游戏功能 可以同朋友组对 互相争恨混乱的大论斗 提供了无尽的娱乐时间 游戏简单与深入的游戏阶制 也都是它广泛采用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虽然易于上手 但是LF4提供了惊人的深度和策略复杂性 这种易用性和深度的平衡 确保着悠陷玩家和核心玩家都可以在游戏中找到乐趣 古天乐的电影公司天下一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和C当真最近发布的预告片 在香港网络上引起了瘟动 引发了LFP粉丝的烈烈讨论和兴奋 这个神秘的预告片虽然筛节不多 但还提供了对即将上映的电影改变的潜在世在的诱人一体 预告片以一个熟悉的场景开始 标志性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 以惊人的细节呈现 在预告片中突出显示重大的选择 表明电影将会向游戏的起源 及其同香港本土文化的联系致敬 然后预告片转到一系列快速剪辑 展示了标志性LF2角色的风格化剪影 预告片的伽美令观众相提更多 有好跟养外号目进落着夜条 预告片提出着很多问题 其中最特殊的可能就还关于LF2 两个最具标志性的Joxic 火炎和冰雪的参与 力量的元素大师 拥有截然相反的火和冰的力量 一直都是粉丝的最爱 它们的动态对抗和误补的能力 形成着游戏传输的核心基础 火炎 凭借它爆炒的脾气和毁灭性的火和攻击 一直都是军攻营玩家的夜门选择 冰雪 火炎的冰雪对手 提供着一种节点不同的游戏风格 依靠策略性的定位和精确的冰雪攻击来控制进场 火炎和冰雪之间的动态 通常被描绘成由他们相反的元素所推动的对抗 为他们潜在参与电影 增添了另一层阴谋 火炎与冰在大眼幕上碰撞的潜力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 但是 这个潜力不单止是因为他们的力量对比 而是因为他们的角色深度和背景故事 火炎的过去充满了悲剧和复仇 而冰雪则是一个冷静和继续的战事 他们的故事线交织在一起 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趋势体验 如果电影能够成功捕捉到这些元素 那么他们的对抗将会成为一个经典的暗幕时刻 观众将会见证到火炎和冰雪的力量 在大暗幕上镇厌 这个画面将会是一个视角和情感的承认 期待已久的粉丝将会终于见到 他们最爱的角色 在电影中火焰 这个将会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香港中文大河 是小豆是一个单身地 对游戏的粉丝来讲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的标志姓校园 在游戏的各个关卡中永垂不少 已经成为LFV医院 自己和香港本土文化联系的战争 预告片中包含中大 引起了粉丝的外交之情 促使很多人会想看他们在游戏中 虚拟的大学里面玩LF2的经历 很多粉丝都表示希望电影可以呈现中大的标志性地点 例如大学站 富尔敦楼和新亚书院 在大人幕上重现了标志性地点的潜力 对粉丝来讲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 顾天乐的天下一电影制作和斯当真的合作 将香港娱乐界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力量揭合在一起 顾天乐 一位著名的演员和电影监制 长期以来一直是香港电影的拥护者 而斯当真 一个以启车小编和社会评论稳名的业门YouTube频道 代表了数码媒体领域的新一波创业人士 顾天乐参与这个项目 带来丰富的经验和声誉 斯当真参与这个项目 注入了年轻的活力和数码时代的创业 他们各自优势的之下 承诺了一个独特而引人入星的电影体验 即将上映的小斗士二电影 改变不只是一个独特的项目 可代表着对这个经典游戏更广泛的兴趣的复兴 电影人体的重新关注 引发着关于游戏本身潜在重新启动的讨论 粉丝表示希望有一个更新版本 保留原作的魅力 同时拥有现代游戏技术 重新制作或重新构思LF2的可能性 激发了长期粉丝的兴奋 他们渴望重温童年的世界 并将其介绍给新一代的玩家 一个现代化的版本 具有更新的图影 增强的游戏机制和网上多人游戏功能 可以吸引当今游戏玩家的注意力 同时保持远作的精神 透过电影和游戏框战LF2世界的潜力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 小豆是意义电影改变不止是一次外交之旅 它标志着香港娱乐产业的一个潜在准备点 这个项目的创新方法 结合了著名电影制作人和数码媒体影响者的创意力量 展示了拥抱新的讲故事方法 和与更广泛手中建立联系的意愿 这种上市和突破街坑的意愿 可以为香港娱乐的新时代铺平道路 一个拥抱不断发展的数码媒体环境 并迎合全球受众口味的时代 LF2电影可以作为未来项目的典范 激励行业内的新一波创意和创新 LF2电影可以成为电影香港娱乐